美國電動車龍頭特斯拉之力研發自動駕駛技術 正當大家摩拳擦掌 想看特斯拉再創奇蹟 執行長馬斯克卻踩刹車 其實特斯拉早在2023年12月 向輝達訂購一萬兩千個H1版GPU 如今馬斯克卻要求把晶片插隊 讓給X平台和新創公司XAI 至於原本訂給X公司所用的晶片 則延後再轉移給特斯拉 雖然都是自己家公司沒錯 但這就表示特斯拉要一等再等 在電動車產業放緩之際 馬斯克的行為讓特斯拉股東 嚇出一聲冷汗之魚 更質疑他的領導能力 馬斯克在X平台解釋 特斯拉目前沒有空間容納 並啟動揮搭晶片 本來就只能閒置在倉庫裡 等德州超級工廠南部擴建完工 就能容納五萬顆H100GPU 訓練全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根據副筆是馬斯克身價來到兩千零八十四億美元 而近日在台灣掀起一股黃霸風潮的 徽達執行長黃仁勳則達一千零二十億美元 分析師認為 馬斯克投資組合過於分散 過度偏袒任何公司 勢必會引來股東反彈 近新聞王家政李姿嫻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